對於我來說 在我的飛人生涯 每一次其實都是很難忘 因為每一次所做的救援也好 或者是我甚至一個很簡單的 空中救護任務 都是有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經歷 如果你問我 我反而就永遠都很記得 2008年我曾經參與過上去四川 民川大地震的首舊 我們當時就飛了一架美洲炮上去 跟當時的解放軍 和當時的救援部隊合作 當時現場有十幾架直升機 有不同的公司派出直升機 但是唯一 我們和交通部的救援局 他們的直升機是有救援的工作 救援的設備 當時我們就參與了很多長的救援工作 要我們的飛機飛到去 在青川市裏面的山區 要做一些守舊的礦工 或者是備棍的村民 天氣環境是變化得很大 我們的飛機在四川高海拔的環境 那個動力亦都有滯爪 所以往往我要顧及很多我們機緣的安全 我們飛機本身在惡劣的環境 以及那個環境不是我們在香港熟悉的環境 是一個很陌生的環境 這個經驗其實我到現在都超過一段時間 2008年都很難忘 裡面有不同的救援工作 其中有一次我們都差一點點遇到 遇到一些因為地震跌下來的電纜 幸好我的機組人員見到 及時叫我停下飛機 所以都挺驚險 不然我們是在一起的 對面的一個人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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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